美國總統拜登一月就職 中美先和氣開場 農曆年30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習近平強調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 兩國應該避免誤解誤判 拜登關注香港、台灣、新疆等問題 中美高層官員3月 在美國阿拉斯加先後舉行三場會談 在記者面前激烈交鋒 之後的閉門討論氣氛平靜 有美國官員透露雙方進行了實質 嚴肅而且直接的交流 9月10日 習近平和拜登今年第二次通電話 習近平強調要推動中美關係 盡快回到正常軌道 雙方同意避免競爭變成衝突 雙方還分別要求釋放華為副董事長 孟晚舟以及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邁克爾 9月底 孟晚舟被加拿大扣押近三年之後 從美國司法部達成延期起訴協議 加拿大法院隨即撤銷對她的引渡案 孟晚舟搭包機返回深圳 習主席關心我們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安危 同樣也把我的事情掛在心上 讓我深受感動 孟晚舟回家被內地視為重大外交勝利 同一時間 在中國被扣押近三年的加拿大公民 邁克爾和康明海也回到加拿大 北京時間11月16日早上 習近平和拜登舉行視像會晤 歷時三小時 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興 希望我們會做面對面 像我們經常去中國 這對老朋友也強調兩國要和平共處 我願同總統獻害一道 形成共識、積極行動 引領中美關係積極地向前發展 習近平說台海局勢面臨新一輪緊張 是因為台灣當局一再企圖已未謀道 如果台獨分裂勢力挑釁迫白 甚至突破紅線 將不得不採取斷言措施 新華社報道說 拜登重新致力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獨 不過白宮聲明中 沒有用到反對台獨字眼 多過西方國家 就以人權問題為由和中方起衝突 先有新疆棉風波 歐盟在3月下旬宣布就北京侵犯 新疆維吾爾族人權 制裁四個新疆現任和前任官員 中國同日反制歐盟官員 H&M、Adidas和Nike 先後遭民眾抵制 我可以不消費 但是我不能不愛國 美國財政部7月16日宣布制裁 七個中聯辦副主任 包括陳東、囚鴻、盧新寧等 指他們打壓香港民主 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通過《反外國制裁法》 7月23日 中國首次根據新法制裁 美國六個人員同一個組織 包括美國前商務部長羅斯等等 12月10日 美國在《國際人權日》 就新疆人權問題 制裁新疆自治區政府前主席 和現任主席 之後又將人工智能公司 雙湯集團和大疆等中國科企 列入投資黑名單 新冠疫情溯源是另一戰場 世衛專家組年初到武漢調查 3月底發表溯源報告 認為新冠病毒 極不可能透過實驗室傳播 美國總統拜登 找了18個情報機關 參與溯源工作 並發布新冠病毒溯源報告 不過結論是對病毒源頭未有定論 中方反對美國將科學問題政治化 發布新冠病毒